一大清早 波多黎各民眾就排隊決定自己未來 波多黎各總督羅塞洛親自講解未來選項 波多黎各自1898年以來就被美國政府接管 是美國在加勒比海的境外領土 沒有加入聯邦政府 也沒有主權 更沒有美國總統的投票權 當地政府舉辦第五次公投 讓居民選擇加入美國聯邦政府 成為第51州 或是宣布獨立主權 與美國分道揚鑣 或是維持現狀 這次公投有226萬選民符合資格 投票率只有23% 與前幾次公投一樣 合法性受到質疑 另一方面 美國州的變動需要由國會通過 波多黎各的公投只有玩票性 還有一項因素 會讓美國再三考慮要不要把波多黎各納入聯邦州 專家說 模糊的政治地位讓波多黎各陷入長達10年的經濟危機 七百億美元的債務 更讓45%的人生活在貧窮標線以下 當地政府上個月破天荒向聯邦法院提出破產保護 成為美國所有領土中破產規模最大的地方政府 經濟萎靡不振 迫使將近1300間公立學校當中的184間停止運作 有將近50萬人民出走到美國本土 尋求更好的未來 大愛新聞 邱崇玉編譯